各位三知识,黄元金十地平的第十法源地啊,经文讲到第六十页,第六十页的第五行开始。 这个第十地法源地啊,经文有长文有重颂。 长文当中啊,分为四段,就是第一是地形,已经讲过了,到上次为止。 第二是帝国,就是第十地正到第十地,而前面地形的功德都修圆满之后,就是帝国。 后边还有第三是通明,第四总结,因为第十地是十地平的全文的最后的一段,所以后边有节文,就十地的总结。 那么关于这个帝国啊,就是第十法源地,他功德修满了之后,十地功德满了,那么他不可能马上就继续往前进,会在第十地的阶位中停留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这段时间做什么呢?成熟他所度化的众生,成熟度化众生的因缘。 所以他有这个帝国,第十地,这个他的结果停留在那个地方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子。 经文在第十字,经文在第六十页的第五行,记下去就说,佛子,菩萨做此地,都做摩西首罗天王。 这是说,第十地菩萨,他第十地该做的工作做完了之后,那么然后在十地当中他做些什么呢? 所以金刚藏菩萨对当时的听众们说佛子,佛子两个字是对当时听众们全体的称呼,让大家注意一下,知道前面地形说完了,接下去讲的是帝国。 所以金刚藏菩萨,佛子两个字是对当时听众们全体的称呼,让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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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众们全体的称呼。 多做就不是完全,有一部分,也许是大部分的,第十地菩萨,如果有这个因缘,他会实现做这个摩西首罗天王。 好,摩西首罗上次曾讲过了,就是大自在天,就是世界五进几天的最上一层,十就进天,十就进天的天王。 摩西首罗天王。摩西首罗印度化,翻成中国话,叫做大自在。 第十地菩萨,他都说啊,如果有因缘,他会实现做世界最高的十就进天,五进几天的最高哪一层,做这个大自在天王。 那么,天王多数啊,都是菩萨实现,这一点,在《楞严经》里面,有说到,天的普通一般的天众,天上的民众啊,是一般修善业的众生,所感的果报。 而天王啊,多数都是大菩萨,事先在哪里领导。 所以,摩西首罗天王,就是摩西首罗天王,就是大自在天王。 摩西首罗天王,就是摩西首罗天王。 摩西首罗天王,就是摩西首罗天王。 以法自在,能守众生,声温,独觉,一切菩萨,波罗密行。 接下去的文字说明,他如果是在做大自在天王的时候,他在一切法中,无论是世间法,出世间法,无论是有为法无为法,有乐法无乐法,他都得到自在。 自在,在一切法中的自在,到了究竟自在啊,就是佛果了。 实地距离佛果只有一个阶段而已,所以他的自在的功夫啊,以佛果来比方啊,佛果有十分啊,他也差不多快有八分的,这个自在的情况了。 所以在一切法中啊,他也得到自在。 那么自在的情况如何啊? 如果有声闻更新的忠生,他就教授他声闻法,自古断机,木面修道,让他能够断烦了生死,到镇欧罗汉国。 如果有些属于鼻子佛的更新的,他会跟他说十二因缘的发面门。 啊,如果这个鼻子佛,出无佛事,世界上没有佛出现,那么他自己也能修行正果,那个就叫做独觉。 独自觉悟,出现于有佛之士,修十二因缘的发面门,而正果,那就叫做圆觉。 圆,十二因缘,修十二因缘的发面门,无名灭着行灭,行灭着施灭等,一直到老死犹悲苦恼灭,那就叫做圆觉。 现在经文上说的是独觉,独觉指的是初无佛事,没有佛出现世间,因为他过去清净佛所修的房,只是还没有证到就近的彼此佛国。 那么,纵然出现于无佛之士啊,他也能够自己,秋冠黄叶乐,春度百花开,看到世间无常变化的情况,而自然正果,那就叫做独觉。 如果独觉,如果独觉更新的众生,那么这个第十地菩萨,他能够传守他,修这个独觉的法门,断无名,然后正到彼此佛国。 如果是菩萨更新,大圣菩萨更新,那么一切菩萨,波罗密行,他会教授他。 凡是菩萨该做的八万四千法门,乃至一切世俗世间自行发他自法,叫做一切。 菩萨是大圣菩萨道,发菩萨心,有大悲心,行菩萨道,去向无上菩提,那么要修六度十度,波罗密就是度,那么目的一大道就叫做道彼岸。 他修这个六波罗密,十波罗密等行,而去向于无上菩提,到重复,那么十地菩萨能够教他行菩萨道,到无上菩提。 以法界中所有问难,无能曲折,说明第十地菩萨的智慧非常的广大,懂得的法。 没有人比他更胜,除掉等觉以上。 所以在这个义正法界当中的离,或者是十法界当中的事,无论离于事啊,一切人如果有什么问题,向他请问,有难题不能了解的地方,请问于这个第十地菩萨。 那么他能一一答复他,使他得到真实的了解,没有人能够把他问倒,是无能曲折,去。 大夫不出来退去了,就叫做去。 无能曲折,就是十地菩萨的智慧啊,没有人能够为难他,他都能够一如法答复,绝对使你满意,不会有不满意的地方,反手答复啊,都能够达成解释疑难的目标。 所以无能曲折,所以无能曲折,显示他的智慧广大,不是碍于,立行,同事。 如是一切诸首作业,皆不利念佛,乃至不利念具足一切种,一切自治。 这个话跟前面九地都相同,从初地开始到九地,都有这个文字,不过有详略不同。 布施碍于立行同事,叫做四摄法。 从初地开始,初地专修布施,二地修碍于,三地修立行,四地修同事,五地以后,四行并修。 所以到了第十地啊,他的这个四摄法的功夫,最为圆满,最为旧经啊。 所以这四摄法,像这些,如是一切诸所作业,如是指他用四摄法,去摄化众生。 一切种子菩萨道上,化他的工作。 他所有的造作业,就是他的动作。 他所有种种的造作啊,总不利于念佛,念法,念生,乃至不利念具足一切种,一切自治。 这个乃至两个字,略掉中间念生等许,还有许多的名词。 这个在前面九地都说过,现在不必再说。 最后一句就是,不利念具足一切种,种,差别像。 菩萨首了之的千叉万变的一切事项,叫做种。 所以心意叫做一切相智,这个一切种就是菩萨首修的这个种类差别的事项,千叉万变的事项,通通能够明白,能够如法去教导众生,都得到圆满,所以叫做具足。 一切自是佛果的智慧,十地菩萨对佛果的智慧,他最起码成就了十分之八,他有这个智慧能成就佛果的一切智。 后边的智子是能证之智,一切智是首证之智,首成就的智,就是佛果的智慧叫做一切智。 十地菩萨有这个智智,能证到佛果的一切智,所以叫做一切智智。 前面九地都是一样啊,只是位次前后高低差别而已,文字都是相同。 福作是念,我当于一切众生为首,为圣,乃至为一切智子依止者。 这一段文也是跟前面九地相同,前面九地都有这个文字。 第十地菩萨到了这个时候,他心里又这样子想,我应当啊,这个我,第十地菩萨自称,我应当在一切众生当中,我要做众生的首领,做领导者,领导众生去向菩提。 我要,我要,啊,为做一切众生,啊,最熟盛的领导者,啊,领导众生去向到佛果,所以叫做为圣,乃至两个是略调中间的,还有许多文字,前面九地都说过了,啊, 啊,最后一句是,我一切智子依止者,啊,就做一切众生,要求成菩提的一切智,要成就这个智慧,我要给他做依靠,做安职,第十地菩萨要做众生,依靠他而修行去向无上菩提的工作。 哦,若群家精精,啊,以一念前,的时不可说,百千亿南由他佛察为成所三脉,假如第十地菩萨,更加努力精进,啊,只动一念这么短的时间,一念,只用时最短,只动一个念头那么短的时间, 它就能够挣到十个不可说百千亿南由他的佛察为成所的三脉,不可说百千亿南由他佛察为成所,这都是数目字,啊,华严经最大的数目字就是不可说不可说,啊,这个不可说不可说是最高最多最大的数目字,不是一个不可说, 而是百千亿南由他,南由他也是一,啊,把这些佛果摸成为成,一例为成算一个三脉,那就是无量无边的三脉,就是正定正收啊,这个定功,第十地菩萨,一念之间都能完成,都能清真, 乃至实现,乃至实现而所为成所,菩萨一位眷属,乃至略调中间的许许多多的神通变化, 实地菩萨能实现而所,而所两个字啊,代表上文的,不可说百千亿,哪由他佛察为成数, 哎,经文哈,凡是碰到这种文字,也要这样子看,啊,乃至实现而所, 如果,如果他要正写的话,应当就写成,乃至实现不可说百千亿,哪由他佛察为成数,啊,所以,就是,哪由他佛察为成数,菩萨,他用而所两个字,用简单的两个字,来代表这些数目字, 华言经里面,这类的文字很多很多,啊,呃,从开头都听到现在的,都能耳熟能详了,一听就,应当就知道了, 假如是刚刚才听的,就不晓得什么叫做耳熟啊,啊,那么这个耳熟两个字,就是代表上文的,不可说百千亿,哪由他佛察,啊, 因为维神数这里已经有了,啊,那么这两个字就代表上文,啊,不可说百千亿,哪由他佛察,这几个字,啊,显示这个,他要视线变化的,他的眷属,也能变成很多很多维神数,啊, 啊,就是显示他的眷属,啊,他所领导的菩萨,很多,啊,而且他可以用变化变成很多,啊, 若以菩萨殊胜愿力,自在实现故意此处,上面是原则,原来实地菩萨,原则上他能有这个功夫, 如果他,他更加精进,用他的愿力来表现的话,啊,以他的心愿的自在神通之力, 他所视线的剑属,所正道的定功,都要超过前面的数目字, 所以叫做,够以此数,够,超过,超过前面的数目字,啊,前面的数目字已经够多了,啊, 这不是我们凡清所能想象,啊,就是实地菩萨他能,所能变化的,啊, 化成的剑属,比前面的数目字多,所正道的山脉,比前面的数目字多, 所以叫做,够以此数,所谓,若修行,若庄严,若信节,若所作,若身,若瑜,若光明,若诸根,若神变,若阴生,若行处, 乃至百千亿,若游他,皆不能俗之,这是简单, 总结,呃,实地菩萨所成就的各种功德, 不能一一这样细说, 前面把三脉, 数目字细说过, 变化的见书,也以数目字细说过, 然后以菩萨的愿力 如果按照他的修持功夫 或者是在修行方面 或者是庄严佛国图的净土方面 或者是说明他的信心了解的佛法方面 或者是他所有作为所做 就是无论自行化他的动作 或者是他的视线的身相 所有的语言 放出的光明 六根的自在 诸根 指的眼耳鼻舌生意的这个六根 六根的自在视线相 或者是神通变化 或者是说话的音声种种的拳桥 或者是他举着动不守行的地方 还有很多很多不能细说 用乃至两个字超略掉 这些一切啊 通通都是百千亿哪有他皆说不完的 皆世界沉住坏空一变 就是一大皆 经过百千亿那么多的大皆来说这些道理 不能数字 说不完 讲不完的 显示实地菩萨的功德啊 是不可思议 没有办法说完了 那么就是以这样的简单的文字啊 来做表达而已 所以这个叫做略本华言 广本文字多得不得了 这里只是简略的用这样的方式来叙述 到这里为止 帝国说完 第二 常文的第二 帝国到这里为止 接下去第三段经文 通明 就是通明十地 通前面 通以前面的九地到初地 那么后边的文字啊 总说十地的高低 深前 境界的高低深前 所以后边的文字不是单说第十地 通明以下的文字不是单说第十地 通明的文字很多 从现在这个文字开始 一直到第76页 一直到第76页 就是通明十地的文字 越多方面的道理啊 说明十地的高低浅深 看着经文 佛子 此菩萨母后上 十地形象 次地现前 真能去如一切之之 说这个十地菩萨 这个十地不是单之地十地咯 这科码叫做通明 就是通明十地 以下的文字是总说明 从初地到十地的文字的 所以这里金刚藏菩萨 对当时的听众们说 此菩萨母后上 这个十地菩萨 这个道理说完之后 我总包含十地的道理啊 它的形象 经过的动作 修行的情况 自行化它的情况 所有的现象 按照初地到十地 我可以按照次地啊 来加以一地一地 现前说明 所以叫做次地现前 那么说明这个道理啊 这能去如一切之之 能使所有修行菩萨道的人呢 由此去向于佛果的究竟智慧 一切之是佛果的智慧 去如去向正如 如就是正道 正如于一切之 他由这个智慧能正道一切之 啊 那么这个道理 我先拿个比方说 比如 出四大河 其河留住遍延浮提 既无境洁 福更正昌 乃至入海 令其充满 这是比方 呃 在古代啊 认为 呃 印度的北边 呃 大雪山 就是西马拉雅山 下面有一个大池 大水池 叫做 欧诺大池 欧诺大印度话 翻成中国话 叫做无热脑 不会热 不会烦恼 叫做无热脑 呃 欧诺大池 就是无热脑池 雪山下面有这么一个大大水池 而这个大水池的水源呢 流出四条大河 呃 呃 流出在印度啊 分为四条大河 就是 第一就是横河 平常说的横河 新义叫做客切河 呃 第二就是信渡河 信渡河 呃 呃 有些地方就直接写作印度河 呃 所以印度的地名 他叫做印度 就是从这条河源 而来的 就是比较靠于 呃 这个西边 第三叫做挖出河 挖出 挖出 啊 挖出河 挖 本来就是写作那个残伏的福字啊 狮子旁 残伏的福字 但是不念福 念挖 挖出河 出是那个出头的出 笔出的出啊 啊 那个笔出的心意的出 那个出字啊 挖出河 这是第三 第四叫做斯托河 斯托 啊 有些地方翻译西多 斯托河 啊 欧斯托先的那个斯托 从这个欧诺大厨流出这四条河 啊 他的河水流出 变满于岩福提 岩福提就是指印度啊 南战牧州一带啊 这个河流流出去的水啊 不会流进 不会洁净 既无洁洁 既然没有穷净 没有干洁 啊 而且越来越正常 就是到了河流下边下边呢 水越来越大 一直流入大海 乃至入海 这个河流四条河 到了最后都入一大海 按照欧罕经说 这四条河分出来 后来就分为二十个小河 啊 那么使所有的海水都满满的啊 所有的河流的水满满 流到海里 海水也是满 啊 所以令其充满 这是比方 佛子 菩萨一恩 这是法河 菩萨也是这个样子 从菩提心流出善根 大愿之水 用水 来比菩萨的善根 比菩萨的大愿 好像那个水流一样 越来越多 嗯 以四色法充满众生 用四色法来教化众生 充满一些众生 使众生得到利益 无有穷金 无穷无金呢 使他得到这个大收拥 福更正常 而且使众生的善根 念念正常 就好像这个水一样 进海的时候 水越大越长 越多 乃至入于一切至海 海比佛国 比佛的国地 所以一切至 比如大海 入于一切至海 就是成佛 到了成佛 令其充满 使他的功德 自行化他 都到了最后 究竟圆满 这是总比方 先总说明的这个道理 然后啊 再细细的分别 十地的功德 所以接下去 用十大三王 来比方这个 十地的 这个高低前身 所以接下去就说 佛子 菩萨十地 因佛之故 而有差别 菩萨从出地 到地是法原地 因为修行佛果的智慧 有高低前身的缘故啊 而有前身的差别 有大小的差别 所以说 出地不知二地是 二地不知三地是 九地不知十地是 因为地地的功德啊 望上都步步高深 所以前面的 不知道后边的 那么因此呢 下文就拿出 这个十大三王啊 来做比方 若阴大地有十三王 好像这个大地里啊 一个小世界 里面有十个小山 十个三王 何等为时 拿十种啊 所谓雪山王 这是第一 襄山王 这是第二 比托利山王 这是第三 比托利印度化 翻成中国话 叫做种种池 种种池 保持的池 啊 第四 神仙山王 第五 油钱陀山王 油钱陀也是印度化 翻成中国话 叫做双池 好事成双的 那个双 双池 受池的池 啊 第六是马尔山王 啊 第七是尼明托洛山王 尼明托洛也是印度化 翻成中国话 叫做池边 边际的边 受池的池 叫做池边 尼明托洛翻成中国话 叫做池边 啊 就是池边山王 第八 周杰洛山王 周杰洛 印度化 翻成中国话 叫做沦围 就是天围山 啊 第九 基督莫迪山王 基督莫迪 也是印度化 翻成中国话 叫做床慧 床翻的床 啊 床慧 慧是智慧的慧 啊 就床慧山王 第十 须弥鲁山王 须弥鲁山王 就是平常说的须弥山 啊 佛子 如雪山王 一切药草 咸在其中 啊 好像 第一个山王 就大雪山 这个雪山里面 有很多药草 啊 药草都布满在里面 啊 取不完 取不可敬 菩萨所住 欢喜地 亦佛柔知 一切世间 经书记忆 文书 文书 诸说 咸在其中 说不可敬 这是比方出地 啊 用雪山 比方出地 这个道理 说不完 啊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 我们下来说 是比方出地 是比方出地 感谢观看